大家好,我們是東京走的橋 我是鮑勃 我是文 我們今天來到清晨白河 介紹幾個必逛的景點 我們首先來到東京九個庭園之一的清晨庭園 門票150塊日幣 清晨庭園是採回遊式庭園的建造方式 簡單來說就是庭園中心有個很大的池塘 池子的周圍為三部路線 有涼亭、甲山、茶屋等等的景點 這邊雖然要付一點門票錢 當然可以享受到跟一般公園比較不一樣的日式造景 這是另外一個清晨白河的閉光景點 身穿資料通商店街 這個區域讓我覺得有種非常富的感覺 所以我還蠻期待在這邊的小店 可不可以挖寶到什麼有趣的東西 這條商店街長約八百公尺 大概有一百多家店 除了充滿夏亭風情以外 一路上還有不少寺廟跟歷史建築 在這條懷舊的小街上 也有這種充滿現代感的文青小店 雖然只是一個普通的舊書攤 但是非常的有感覺 雖然只是一個普通的舊書攤 我們現在來到另外一個景點 身穿江戶資料館 身穿江戶資料館 身穿江戶資料館如其名 展示了不少江戶時代相關的資料 最特別的地方是館內重現江戶時代末期 就是天堡年間的身穿佐賀廷 當時的生活樣貌 每弄建築都可以入場體驗 小哥小哥 買什麼蔬菜啊 來來來 一斤兩百塊啊 我覺得一定要買這個 看起來相當完整的蘿蔔 這裡是清晨百合的知名的餐廳 身穿素 身穿飯的來源啊 就是在江戶時代來自身穿的漁夫 在他工作空檔的時候 用大蔥 然後還有蛤蜊做了一個蓋飯 就有點像今天的便當喔 你可以知道他的那個蔥的甜味 然後有一點蛤蜊的海鮮 然後跟香香鮮鮮的感覺 整體來講的話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下飯 清晨百合這幾年人氣急速攀升的原因之一 就是因為這邊有許多具有特色的咖啡店 像我後面這家就是來自紐西蘭的Opress 這邊是日本的第一家Blue Bottle 最後我們來到東橋最喜歡的Iki Cafe 以上就是今天介紹的五個清晨百合必玩的景點 我是晚安 我是包博 大家下次見 掰掰 要請問一下 只要請問一下 感谢观看